好 今天在RAV4社團 RAV4社團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KT避震器的衛經理 今天要跟車友們 這個是五代的社團 當然要跟車友們分享的是五代 五代的 我們經常有機會開直播跟車友分享 最主要還是車友有還蠻捧場的 所以我們在北區的經銷 大概過個兩天也都會陸續會 因為我們缺貨去了一陣子陸續會供貨 供貨之後缺貨的狀況就會逐漸改善 如果有酒後的話 經理先跟車友們說聲抱歉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 是KT的道路版 道路版的話 其實以這款車的話 經理常常說過 這台車的底盤架構 其實已經比前一個世代的 四代或者是四點五代 底盤的穩定度已經好很多 但是TNG2的底盤 它在比這台車設定當時 還是休旅車 所以TOKONAT的車系 它並不會做得太過於性能化 所以這款車的底盤 一般來說還是有很多的車主 會反應家人 座後座的時候的乘坐 感覺很容易運車對吧 所以這台車改了KT之後 車高降低 當然啦 如果一模一樣的懸吊系統 車高降低之後 整台車的重心往下挪 所以它的穩定度就會好很多 但是車高降低之後 這個彈簧還是很軟啊 所以當我們過彎時候的 一個側傾的幅度 還是偏大 所以改了KT之後 前面的公斤數是7公斤 後方的話是6公斤 也都比原廠高速不少 所以自然過彎時候的側傾的幅度 就會好很多囉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後方的 那前面的避震器在這邊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避震器跟後面的避震器啊 都分別有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是這個前面的避震器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個當作它是裝在車上的時候啊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我們在如果要沿用原廠的時候 像這個上座啊 這個2019年才上市的時候 這個上座當然品項都還很OK啊 可是這個要沿用原廠上座的時候 有一些的步驟啊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譬如說這個軸心 前面的軸心 它上部有一個缺角 它是有方向性的喔 還有這個上座 下方有一個指推軸層 這些的零件如果要沿用的時候 技師安裝時候的順序 就要特別注意 單改KT的話 對技師來說更友善 因為改KT的話 這個上座 包含這些的所有的零件 KT就已經有包含了 不需要再拆這些的零件來沿用 這個是現在車還很新耶 也許有可能這個影片是保存的 那車友在把這個影片拿出來看的時候 也許有可能是四年後五年後之類的喔 那到時候這個上座啊 其實品項也都差不多 快要到了一個鈦換的時候 因為上座的橡皮會劣化 然後這個軸層的話 也有可能會破損 這個都是消耗品 那到時候 要沿用原廠上座的問題 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如果把這個上座啊 拿來到KT上面沿用的話 那就很難釐清 要因有問題的話 就很難釐清 到底是原廠上座的問題 還是KT的必然是有問題 所以在安裝時候的話 如果有附上座 那當然是更好囉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的狀況 後方的話 像TNGA的底盤呢 CHR AORIS 還有12代的ARTIS CAMBERRY的8代 它後方都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那這個上座其實它不太會壞 除非有去浸泡到油 它的橡皮才會漲大 才會壞掉 不然它的上座的話 是還用到車包廢 應該都還不至於壞掉的程度 所以上座 KT就選擇上座來沿用原廠的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 它這個的阻尼 它的阻尼啊 因為它的擺臂位置 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它的整體長度其實並不長 所以它在避震器的設定的位置 比較靠定支點的時候 它的阻尼就要做得比較強 但這一台的阻尼 還是還蠻舒適 還是軟 還是舒適 所以改裝之後 當然啦 阻尼變強 行路的感覺就會好很多 後座家人的乘客的狀況 就比較不會暈車 就改善不少 那除了避震器之外 還有一點 這個是後方的仰角 這個是原廠後方的仰角 那為什麼要改這個 因為改了避震器之後 這個的角度 它沒有辦法調整 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如果正常的車高 這個後方大概是六七指幅 正常的車高的輪胎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Camper 正常車高的時候 它的角度是這樣 可是啊 我們希望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角度不要這麼的斜 如果這麼斜的話 這一邊輪胎的磨耗 一定會比較快 這邊一定會比較慢 因為這邊經常在接觸地面 所以本來這條胎 假設它能夠磨四萬公里的 也許有可能這個角度 造成它輪胎內側磨耗太快 有可能兩萬公里 這個胎就已經要太換了 那就有點浪費 所以改裝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在外側的 它本來的結構是這樣子 它沒辦法調整 所以改裝之後 就可以藉由這一支的調整 讓它這一個輪的角度 Camper的話再稍微 回復到原來還沒有降車高時的角度 那當然輪胎就比較不會異常的磨耗 所以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會建議車友們要多改裝仰角調整器 避免後輪異常的吃胎 好那後方的 來我們先講 繼續剛剛的一個仰角調整器 仰角調整器的話 它是在這個地方 它靠這個螺絲的長短度 來改變後輪的Camper角度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定位時的話 會看看定位機上的數據 再來做微調 那這個是後方Camper的角度 那竖角的話 原廠還蠻厲害 原廠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調整後方的竖角 投影這個地方 這個是下肢臂 下肢臂的內側 這裡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它可以調整竖角的角度 好那介紹完仰角調整器之後 再來就是重頭系的KT的避震器 KT的避震器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三角擠合 它比較越靠近這裡面的話 它的長度就越短 然後阻尼的話就會越長 越硬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的阻尼調整 是靠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銀色的旋鈕 從這個旋鈕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所以這個KT不只是高低能調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從這個地方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那這個後方的彈簧是230長 6公斤的規格 車高的調整是靠 彈簧下方這個底座 它有一個調整機構 可以來調整後方的車高 那今天的車友 我想要的高度是輪胎 這是原廠輪胎 輪胎到葉子板大概剩下 五公分左右 大概30幅左右的高度 那最低的話 這台車可以降到大概一指幅 但休旅車一般很少很少 車友會想要降到那麼低 這台是什麼版本 這台也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個是2.5升四輪驅動的 因為RAV4的五代 它細分了很多不同的CC數 還有油電板 還有二輪驅動、四輪驅動 所以動力跟底盤的差異 都還分類好多種 那這個前方的話 配置的彈簧才是KTE比較用心的地方 特別用心的是 前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7公斤 但並不是做直捲彈簧 因為這台車經理了解 所以我們的需求 最主要的舒適度 改裝之後還是不能 差異原廠太多 因為如果做得太性能化的話 車上的乘客自己可能開得很爽 可是車上乘客可能會抱怨 所以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是200長7公斤 專門打了一條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這個彈簧能夠作動的幅度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 還要來得多了大概30到35% 所以它能作動的形成比較多 當壓縮到大坑洞 彈簧比較劇烈晃動的時候 它有大概30%到40%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反應是直上直下 但燈籠式的彈簧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在乘坐上的感覺 就會比直捲彈簧 還要來得更舒適 所以這個是休旅車 我們KT所專門配置的彈簧 200長7公斤 它的線距的話拉得比較開 那當然啦 這個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之類的 這些都符合專車專用的規格 並不是做通用型的固定架 都是做這一台車RUFO的五代 所專用的固定規格 離載串也是一樣 離載串的固定點就跟原廠一樣 所以不需要再多花費用 改裝可調式的 或者是改裝強化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就很簡單囉 前面的車高調整 它的長度 我們如果把它拉長的話 它的高度就會變高 跟後方的調整方式一樣 後方的話彈簧跟便器是分開的 如果我調整的是統身的話 它怎麼調車高都不會改變 後方的調整車高 是靠彈簧下方的調整機座 來取決於車高 那前面的話 就是整體的長度 那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把它敲緊一點點 因為前面的話 是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麥花層的懸吊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坑洞的吸附 我們在轉方向盤之後 它便器是會轉動的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如果沒有弦得緊的話 它作動 有可能開了一段時間會鬆脫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記得要把它敲緊 其實在很多小細節的地方 KT還有很多用心 包含今天早上的V60的車主 有詢問經理說 它之前做其他品牌的改裝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每一次都敲得很緊還是會鬆脫 但有很多細節的地方 KT的用心是側我們 沒有在安裝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辦法意會的 譬如說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為什麼KT的 就敲緊的可是不太會鬆脫 因為我們在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跟下方的小座當中 有墊一個波浪型的 防滑的一個滑絲 來防止它這個托盤的鬆脫 所以裝其他品牌 也許有可能會遇到鬆脫的狀況 但KT的話如果有確實敲緊的話 這些的狀況就能夠避免掉 所以有一句話是說 魔鬼藏在細節裡對不對 所以KT其實有很多的用料 有很多的細節是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了解的 譬如說我們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這裡面也要填充阻尼油 這個油品的話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來台灣的油品 這個並不是授權來台灣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單價成本就會高出很多 可是它的油脂的穩定度就是特別好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使用 義大利IP的油品 那像是這台車TOTA RAV4 5代 它是日系車款 日系車款的話有很多車友推崇避震器的品牌 是推崇日本的TEAM TEA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它的品質很不錯 它的油風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KT的話也是一樣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如果對這些工業的品牌的 比較不了解的話 車友其實可以Google看看 像你打個NOK O-ring 或者是NOK Parking 就可以知道這個品牌的油風 是特別的知名特別的厲害 算是日本的油風界裡面的龍頭老大 成本的話 不是貴個3塊錢5塊錢 是貴了7倍 所以有到那個價格 當然就有到那個價值 所以我們KT的用料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前面的阻尼調整就簡單了 我們來到上面看一下 這個是2.5升的引擎 這個上座在這個地方 它上座的話有3顆螺絲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一樣往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好 那以上是今天 Toyota RAV4 5代 我好像在那個生長台上面 好 以上是今天RAV4 5代的直播安裝分享 那下回的話 如果一樣有機會 安裝到Toyota RAV4 5代的話 我們一樣會在這個平台上面 跟車友們來介紹 那其實RAV4 5代我們的影片真的太多了 如果車友看著這一部也不夠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面做搜尋 可以打上KT Rating 然後空白RAV4 5代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同款車的安裝直播介紹 以上是今天RAV4 5代的分享 謝謝 大家掰掰